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架用皮筋来起飞的纸飞机 好的,我们现在需要准备纸 双面胶,剪刀,一把尺子,橡皮筋,胶带 或者还需要这个处理胶 好的,我们现在开始了 首先我们要央纸 剪刀一半 就像这样,然后在大概一厘米的地方 反着,一定要平和,基本也一样 好的,做完之后就像这样的 然后再继续反折,也是在一厘米的地方 然后再继续反折 折完的话就像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干嘛呢 就是,把它剪成两半 这要看情况的了 如果你的纸很大还有纸很长的话 就不用剪成两半了 我现在舌头就比较短啊,所以就需要剪成两半 好,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平常折飞机的方法来折 好的,折完了 那么这个就是像平常一样的折飞机了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 叫什么名字在这 反正这个东西也突然忘了 反正这个把它切在 好的,今天要这样 一定要切整齐 所以,要不然这个飞机就 可以的不是太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 反美胶啊或者是固体胶 把它的底下留一下 好的 那么下一步呢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要准备一把厨子啊 所以,把这个飞机加上去 等会儿呢 等会儿呢 就从这里 先不先穿一个洞 或者是切一个开口 最好切一个开口 好,这样拿着橡皮筋 这样,好吧 好,那我们就开始做了 好,那我们先开始剪这个缺口吧 一定要注意这个缺口的方向 要不然就前功进气了 我们呢 橡皮筋,这个飞机是往后了 所以橡皮筋是在前面 前面的话呢 要勾着橡皮筋 就要 往 往前这个方向剪 好,就像这样 那如果这个切口不够大 这个橡皮筋可能卡住 然后呢 就把它剪大一点 好 那么这个就算是完成了 看看这个橡皮筋 试一下卡在这里 会不会卡在这里 不会的话 那就好 好的,下一步 很简单了 不好意思 下一步很简单了 就是一手拿着橡皮筋 一手 将这个飞机 拿到里面去 对方 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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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这个飞机 还是不能顺利地飞回去 大家 可能就是 这个地方有些小 或者是 再加几层 还会变得更坚固些 好了,OK 不过 现在呢 准备加固了一下 这个飞机啊 现在可以再试一下 可能是我的鼻子稍微有点长 这样吧 可以 有点多 帮我 看看 对方 是 那 是 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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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在這裏 在這裏加上階級 是一些图件 用它这边来 更好 好的 这样复理一下 这个飞机它不会飞得太远 因为毕竟呢它是起飞平台 这些飞机也不太好 我光用纸做呢 可能有些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总的还是有些差劲吧 最好就不要用纸做 用一些兼顾些材料 用纸做太麻烦了 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